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高雄大學 羽球社的岩柏宇 我是高大羽球社張玉茨 因為我爸爸有在打羽球 所以就是小時候他會帶我去打 國小的時候也是爸媽在俱樂部打球 然後我和哥哥又被抓去打球了 就是想說把這項運動再練好一點 然後培養自己的興趣 是在國小那時候第一次去外縣市比賽 贏了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很有成就感 社會一直想要繼續打 我以前喜歡煮飯 現在也是喜歡 但是現在比較少煮 比較忙 我也蠻喜歡看電影 我也是蠻喜歡自己弄吃的 因為我是台東人 所以就是喜歡走一些大自然的路線 剛上大學 剛進羽球社 學長他們兩個是比較強的 我想說就找一個跟我 慣用手不一樣的人來打打看 我是右手 對 我是左手 我是打女單跟女雙 我是打男雙跟混雙 色課的時候有機會就會一起練球 就可以知道說對方他打球的習慣 或者是對方有什麼地方是比較不足的 我們就提醒 然後我覺得打雙打溝通也是很重要 就是比較知道自己care的點 或是怎麼樣去搭配會比較好 機長就會覺得這個比賽不是只有我自己 是兩個人一起度過這一個現在的逆境 我們失分的時候也會跟對方就是加油一下 眼神很重要 就是你眼神是堅定的話 隊友就不會怕 我是大二轉過來這邊 然後我就發現說這邊的科業其實比較重 如果沒有設課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書 把老師教的去做加強 我覺得就是時間是可以自己安排的 所以我會經常說我會想練球 那我就要把練球時間排出來 很熱愛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就一定會想盡辦法把他時間管理處理好 感謝我的搭檔 因為自從跟他搭配之後 他其實也幫了我蠻多的 也很開心就是這次可以拿到這個獎 在全代運拿到這個獎 其實也算是我人生中一個夢想 高中還沒上大學的時候 有給自己一個目標說 全代運至少要拿到一面金牌 一個擅長的東西就會想要有一點成績 現在雙打已經有了 接下來朝單打目標努力 其實我以前配混雙的時候 我是很常被念的那個 這次換我被念沒有 沒有啦 我們就是互相激勵互相進步 110年南區大專盃混雙冠亞 贏的時候真的是相當的開心 那天我單打也打得很累 然後我那時候大腿超級痛 第二局贏的時候真的超爽 這是一定的 如果有機會我達到老好不好 裏求這是一個興趣 未來如果工作可以調劑身心 也算是一個交際的工具 我的科系都還蠻難的 平常就要認真地去理解 然後上課講的內容 考試的時候才有辦法寫出來 在東海也是走環工 轉來這邊的時候 是走土木與環境工程 所以這邊很多必修課 會多了土木的課程 那方面是我比較不在行的 良師義友吧 他教會我蠻多東西的 他可以讓我開心 我也可以學到很多 我透過這個東西再認識很多人 找到很多方向 羽球這項運動 對我來說有點像夢一樣的地方 因為不用去想其他事情 我單打的部分 是希望可以拿牌 女雙的部分 雖然是第一次打這種大比賽 但是也是以前三為目標 在訓練的時候我們就是努力做就對了 先不要去想結果會怎麼樣 傻傻地衝努力地做 即便可能結果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你也可以在這條路上獲得很多東西 老天也會給你一個最適合你的結果 比賽是一時的 成績也是一時的 但是喜歡運動的心 還有體育的精神是一輩子的